我們高雄市並沒有感覺到行政員對我們有特別的照顧 反而感覺越南跟印尼 被照顧的好像比我們還多 昨天在新竹的場合有講說 就是蔡英文政府都不幫高雄 但警察處有說就是 5月底的時候就有派650人過來 是 我們的意思說去年2018年 越南跟印尼都有登革熱 那我們疾病管制局立刻到了越南跟印尼 出錢出力 然後來出經驗出專業 而且非常的積極 當然目的是為了外交 但是高雄市發生登革熱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立刻第一時間感受到 行政院對我們這樣的一個熱情 是感受不到的 所以我才在想說 蔡英文政府的執政 絕對不能夠把台灣分成兩個區塊 自己同黨民進黨執政的 就是優秀的 特別照顧的 不是自己民進黨執政的咧 現在就特別不願意去照顧 那這不就是一國兩制嗎 在這次登革熱這一段時間以來 剛開始我們的確感受不到 行政院對我們的格外的重視 其實登革熱已經變本土的疫情之一了 每一年春節過後 都應該要啟動一個SOP的 因為每一年或多或少都會發生 所以今年我們高雄市並沒有感覺到 行政院對我們有特別的照顧 反而感覺越南跟印尼 被照顧的好像比我們還多 這種感覺是很不好的 我才會提出不要在自己的台灣內部搞一國兩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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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好 好 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